这个狗和你办公室那个 是一对吧 本来就是爷爷买的 那里原来就是他的办公室 所以你们公司 和我们施加权一样 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不是的 不是吗 你爷爷传给你爸爸 你爸爸再传给你 企业管理不是实习职 有足够的能力才能成为掌舵人 那多少也是沾光的吧 你看就像我 我们村里小时候 比我有力气的男生那么多 那都想学施加权 师父都不教 就因为我是施加的女娃 然后她作为我的救公 就必须传给我 你总不能说 这世界上的人才那么多 刚好你又是家里的继承人 然后你又是全世界 最合适这个职位的女人 就因为我是继承人 所以我必须比所有人都 你生气了 你生气了 我也没说什么呀 你之前在公司 你也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你这么一怒 是不是肝火过瘦了 你是不是平常睡眠不太好 是不是经常口干 你大片干燥吗 只肥 你怎么回来了 林毅 小人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不用上课了吗 今天大学啊 来了个客座教授 你就不说